月台上宠客們帶著大大小小的寵物外出包 包包內的小果們安靜等著列車進站 日本哲亞東日本鐵路公司 日前跟子公司示板一場活動 讓北陸型幹線的子彈列車 其中一截車廂 可以當成狗狗的專屬車廂 上車就能夠從寵物包中解放出來搭車 這次的活動 狗狗吸引了二十一名養狗的四主 報名參加 過去要讓寵物一起搭車 除了要買寵物的車票 寵物外出包的大小 還不能超過規定的尺寸 跟包括寵物重量的十公斤 並且在寵物上車之後 只能夠一直待在包包裡 不能夠放出來 而狗狗專屬車廂 是規劃從東京出發 前往度假勝地清景澤 狗狗能夠在行程的四十分鐘之內 離開寵物籠 在椅子上休息 會是欣賞沿途風景 為了讓狗狗搭車 鐵路公司特地為所有座位包上塑膠座套 還在車廂內放進四個空氣清淨機 並且在行程結束時 對所有的座位進行清掃 讓狗狗們的毛髮不會殘留在車廂內 才能夠用來載運其他職客 而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 也讓四主們感覺很新奇 在四主們一致的好評下 設計活動的鐵路公司員工也表示 未來計畫推出更多定期的寵物友好旅行 期盼能夠讓更多四主跟寵物們 一起享受旅遊的開心時光 公視新聞推出編譯